这小偷被警察抓住遭到了无情的鞭打 小孩却一脸不愤 问警察为什么打他 这把警察都问懵了 就在这时 看起来很温柔的乔妮 正好赶到和警察打起招呼 没想到警察上去直接给了一巴掌 然后按在桌子上又是一根爆锤 乔妮受不了 赶紧掏钱出来平息了这场风暴 小孩对老大极为失望 本以为老大是英雄 没想到在警察面前 他成了狗狗 小孩看向正正在数前的 心中立志以后 一定要当上警察 他从高楼一跃而下 霸气的眼神里 后露出了满满的自信 但当警察一定要有学 身为孤儿的他只能白天工作 晚上学习 看到路口光明正大收受贿赂的交警 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在他不懈的努力下 15年后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副探长 暴徒在他面前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落荒而逃 他也开始了疯狂的敛财生涯 街头出现一具无名尸体 通过调查确定是满胸杀人 他先是假扮杀手 跟幕后黑手索取报仇 然后用跟他联系过的手机 敲诈了他一笔巨款收到资料 然后他再找到死者家属 利用家属想私自报复的情人 把真正杀手的资料卖给家属 这一顿骚骚作足足让他进账数百万 曾经的大哥也甘拜下方 而他的名声也开始臭名脸 谁都知道这位新上位的探长是个腐败人 刚抓走的走私贩直接就被释放 因为他早已被黑帮大佬丧彪所收买 就连住的别墅都是丧彪赠送的 金钱美女更是应有尽有 而他也为丧彪办了不少黑心事 面对不肯出让土地的老人 他直接威胁老人 不签这份协议的话 他的孙女警方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老人瞬间绝望了 本想寻求警察的庇护 没想探长竟然也是黑帮的走狗 为了孙女的安全 他不得不妥协 手下问他为什么连老人都不放门 他却振振有词地说道 如果他不介入的话 老人连一分钱都得不到 他们一家还得全部丧命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就这样贪婪到极致的腐败分 却因认识了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友 彻底改写了自己的一生 男人正准备买几条海鲜 和女友共度晚餐 一回头却发现女友不见了 只见女友被几名暴徒 抬上车强行带走 男人骑上那2500cc的摩托车 疯狂追他 就在暴徒打算砍死女人之时 男人及时赶到 三拳两脚就撂倒了这群暴徒 这时丧彪一声令下 小卡拉咪们瞬间控制住男人 丧彪一把拉住女人 就要就地枪决 可下一秒他就懵了 搞了半天竟然抓错人了 他赶紧让众人放开男人 随后向这位和他一起合作的探长报警 然后带着人扬长而去 男人报警女友 安慰他这只是一次误 跟他保证以后 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可女友却止不住泪水 因为这意味着 有一个陌生女子 即将被暴徒杀害 女友认为男友 作为一名正义的警察 应该拯救这个少女 此时的少女 正在泥泥地沼泽疯狂地奔跑 身后两辆敞篷吉普上边 坐了一堆小卡 忽然一辆警车 一个180度的飘移 停在了女人面前 探长把他附在身后 拍了拍腰间的枪口 就在这时丧彪打发 他让探长把女人交出来 探长掏出手枪交给女人 并告诉他 谁敢动手你就蹦了他 丧彪急了 问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探长要求丧彪 给他一个面子放过女人 丧彪却说 你只是拿钱的一条狗 凭什么给你面子 探长顿时血压飙升 愤怒直达到巅峰 怒气瞬间爆发 丧彪也怒了 跑回车上取出一把 五米来长的钢道 然而下一秒 他就彻底怂了 说完向天连开三枪 以正事严 可没想到部长 也已经被丧彪买头 通过他在中间周旋 丧彪答应可以放过那个女人 但他必须把手中的光盘交出来 探长答应了 利用女人对他的信任 他成功拿到了光盘 随后他把女人送上飞机 让他远离这场试飞 但女人却从机场跑了出来 他含泪向探长哭嘴 一定要看看这张光盘 一定要让这些人渣 受到正义的制裁 回到警局后 探长播放了这张光盘 看完里面的内容后 他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把椅子一脚踢翻 这是一群毫无人性的暴徒 过路的无辜女子 被他们抓了起来 女人每一秒都像活在地狱 这种折磨整整持续了40天 女人最终被残忍地杀害 可这些凶手 却仍在逍遥法外 因为他们的老大 丧彪买通了部长 他让部长给探长施压 命令他把路有罪证的光盘交出来 迷茫的探长拿着证据 坐在警局的大厅 他曾经也被丧彪收买 做了不少违法之事 但看到光盘里陌生女人的惨状 他的良知仿佛被他唤醒 此刻他好像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把这些小卡拉咪都扔回了给丧彪后 他发誓绝对不会放过这四个丧尽天良的畜生 在路上 他看到当初被敲诈的老人 他下车缓步向老人走去 身为一个孤儿 没人叫他对于错 他的脑海里只有如何生存 但现在他知道他做错了 他请求老人能像爸爸一样教训他一顿 这一巴掌彻底打醒他 他带着大批警察开始全程搜捕 在出动多架直升机的情况下 终于在偷渡的船上抓住四人 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这起灭绝人性的案件 一场声势好动的审判已经开始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存储证据的光盘已经被人调包 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法庭只能准备放了四人 就在这时探长站了出来 他自称自己是第五个凶手 并把所有施暴细节都描述了出来 为了让凶手们能得到正义的制裁 他决定牺牲自己 最终探长和四名人渣如愿以偿地被判处绞刑 当日执行 就在探长将被带上绞刑架时 执行官却示意停止行刑 原来被探长救下的少女 看见救命恩人将被执行死刑 他连忙召开记者会发布称探长是个好人 而且他手上还有光盘被捕 随着光盘内容在全国各地同步播出 一切真相大白 准备行刑的探长被无罪释放 这时探长请求执行官放开自己 他不想这四个人扎死得太过轻松 当探长走出牢房的时候 外面的百姓都在为他帮忙 守候在外的警员们给他献上了最标准的敬礼